天空一声巨响,小二闪亮登场 大家好,爱你们的小二又来了 10月25日赵露丝现身福建出席活动 由粉丝晒出现场视频直言 见到赵露丝本人蜡签的巨美,发了亡者 对着粉丝没有任何架子 安保人员用手挡住粉丝赵露丝也会帮忙拿开 这段视频曝光后迅速引发网友热议 当天赵露丝身穿白色上衣搭配灰色裤子脚踩运动鞋 一头乌黑长发披肩 即使戴着口罩依然遮挡不住超高的颜值 赵露丝来之前粉丝早已经在此等候 大家拿着鲜花和信 粉丝都非常遵守规矩 现场秩序维持得很好 赵露丝下车后身边跟着多名保安 为了防止粉丝近距离接触明星 有一位男保镖用手挡住粉丝 没想到赵露丝却把他的手给拿开了 这一举动获得了不少网友的称赞 一般明星肯定做不到这一点 但赵露丝却表现得非常贴心 完全没有任何明星架子 由于给赵露丝写信的人太多 他并没有感到不耐烦 走到每一个粉丝面前拿信 弯腰鞠躬相当有礼貌 最后赵露丝对着镜头 比出了剪刀手模样十分可爱 如同一位活力少女 对此有网友直言赵露丝好有耐心啊 一个个去接粉丝的信 也没有要助理帮忙 更不会摆架子 从一场小型的活动 就能看出一个明星的素质 可见大家这么喜欢赵露丝是有原因的 赵露丝通过网剧传闻中的成千千 获得大众熟知 在短短几年时间内 赵露丝的名气大涨 接连出演了不少快智人口的作品 尤其是今年和乌磊合作的 新汉灿烂小爆了一把 让赵露丝的名气再次上了一个台阶 其实在很多年前 赵露丝的学生照就在网上走红了 当时他穿着校服对着镜头微笑 在没有美颜滤镜的时代 这样的颜值无疑是很多男生 心目中的百月光 只不过那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赵露丝的名字 只清楚这是一位很漂亮的女孩子 没想到赵露丝走红后 他当年的照片又被扒了出来 从赵露丝的童年照就能够看出 真是从小美到大 不当明星卓士有些可惜 业内人士是这样评价赵露丝的 他的面部饱满有亲和力 和面流畅不是整容脸 孩子说得很清晰 表情灵动不单一 古装现代都能够驾驭 待人有礼貌体态好 唱歌好听不是贾子音 由此看来 业内人士对赵露丝的评价很高 非生一线女星 只日可待 期待赵露丝能够给大家 带来更多好的作品吧 这边赵露丝疯狂戏反 那边的吴蕾也不甘示弱 小二在这里先说句题外话 娱乐圈里CP那么多 该如何分辨真情旅和荧幕CP呢 很简单就是三个字 看花絮和活动 爱情而已中 吴蕾饰演阳光运动员弟弟宋三川 周宇童饰演职业经理人姐姐梁友安 见证共同的爱情和梦想 剧里的台词是这样的 爱是千百次的练习 爱是带着独孤求败的心上场 发现对手是你 可现实真的是这样吗 做一个乌鲁克陶CP粉 小二敢肯定 吴蕾不会变心 怀之结果找线索 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 爱情而已杀进粉丝 见面会上 面对镜头的吴蕾和周宇童 各自手捧一束鲜花 表面看起来很有爱的一对CP 然而当记者上前采访时 吴蕾摘了口罩 向右边移动 直到距离周宇童 整整一米远才停下 吴蕾嘴上说 疫情要保持社交距离 我的天哪 大家平平理 确定吴蕾不是在掩饰什么吗 表面挺正经 内心鼓起疯狂OS 露子老婆我做的对吗 快夸我 什么 小二为什么要这么说 心汉灿烂的时候 两人对剧本里都要来回地揉搓 赵露丝的胳膊 对台词是有事没事拉人家手 对不喜欢的人会这样 同样是沙青会 你跟赵露丝一起站在高台上看烟花 对着镜头一起甜甜的比叶 还在天马座的流星云 对着星空许愿 还一起拍了吻戏 甚至沙青之后 一个去了最热的海南 一个去了严寒的乌兰不同 一南一北是零下二十度 和零上三十度的顶级较量 有网友说 一南一北是背道而驰 还是落荒而逃 错了大错得错 南北对应的是什么 东西 乌磊和赵露丝分明是怕各本东西 所以才去了南北 小二这部分析 观众老爷们给几分 回到周宇童 杀青发布会都得保持距离 可能这就是爱与不爱的距离吧 目前两人的事业都真正向上 星汉灿烂更是走出了国门 著名的流媒体平台网飞 近期宣布上线一批国产剧 其中就有这个 暑假让不少小伙伴磕生磕死的孤狗剧 星汉灿烂越生沧海 这部剧由乌磊赵露丝主演两人的颜值和 ZP赶醒了许多观众入坑 国产剧走出国门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没想到 乌磊和赵露丝的粉丝 却暗暗在这条消息下 通过空评叫起了劲 赵露丝的粉丝表示 自家姐姐不愧是大女主 抗拒能力很强 而乌磊的迷妹则认为 星汉灿烂能爆 多亏了乌磊作为一番大男主代飞 还特地著名了大男主的大 不是脸大的大 不难看出内涵之意 不少路人围观后纷纷调侃 在这其中最努力的可能要 属CP粉了 在唯一粉忙着 四番为内涵对加时 CP粉则岁月静好的 安利路人看剧 和柯两位主演的RPS 无路可逃也是很努力了 该说不说 还是小二这种CP粉好 对剧不对人 不管怎么说 国产剧能上线海外平台 被世界各地的观众看到 都是一件好事 星汉灿烂上线完飞 大家会借此机会追剧 或重刷一遍吗 好了小二作为一名CP粉 就说到这儿了 接下来是作为一名 娱乐博主的见解 小二可以肯定 就目前而言 乌磊和赵露丝都不会再尝试 出来主动解绑乌鲁克桃 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 现在CP粉做的数据 比维粉都还猛 没错 说的就是屏幕前的你们 各项数据 直接是完全齐在维粉的头上 至于二人能否再次三搭 仍然是个伪之数 他们隔段时间 还是会按措措的 发点人工糖给粉丝的 不过就算三搭 也肯定不会是传闻中的 樱桃琥珀 对于樱桃琥珀 小二是纯纯的有点无语的 最近网传樱桃琥珀 主演暂定 吴磊赵露丝字条 甚至冲上热搜 成为热议话题 事情是 正午阳光新剧 樱桃琥珀早前发布选角 很多明星都希望能够主演 或者搭上正午阳光 这块金字招牌列车 从而之间 从偶像剧到正剧的飞跃 而在这些推荐或字件中 关于赵露丝和吴磊主演的 呼声格外高涨 一度还有其粉丝 在正午阳光微博留言 看了官博评论区 无路可逃 呼声最高 前排几乎都是推荐 吴磊和赵露丝出演樱桃琥珀 从两位第一部电视剧 心寒灿烂合作 其粉丝和制作方的人造CP 无路可逃就成功出圈 现在粉丝也极度希望 二人可以二搭 于是就开始在 正午阳光微博下方高调留言 希望能出演樱桃琥珀 赵露丝的粉丝 更是血洗了 正午阳光大导的微博广场 这种行为太傻了 小二可以明确地说 现在圈内大导对他的印象 已经被这些粉丝弄坏了 手里的作品 更不可能请他来当主演 正午阳光都被逼得 发微博专门辟谣 感谢大家对电视剧 樱桃琥珀遗子之名的关注 两个项目上在剧本创作阶段 并未启动 项目后续情况敬请 关注at正午阳光影业微博 电视剧建委大员 档期未定 敬请关注at电视剧 县委大员微博 感谢关注 正午阳光观博说 县委大员档期未定 和樱桃琥珀上在剧本 创作阶段的话题 和之前网传樱桃琥珀 主演暂定是 吴磊赵露丝形成贤明对比 分分钟辟谣且大脸 就算真的是 赵露丝和吴磊 希望出演正午阳光的电视剧 也肯定不会以这种方式吧 太过于掉价了 这些粉丝 在正午阳光微博留言 刷瓶球出演的架势 真的是不仅捞不到主演 还败坏了正主的颜面 成为圈内笑话 记得早前很多电视剧 制作人导演之类的 有些也是看网友推荐 然后真的去找了这位演员的 但是 粉丝的迷之自信和疯狂行为 却最终将正主推向了尴尬 甚至被厌弃的反面 也许这是吴磊和赵露兹 所不愿意看到的吧 真正想当一个好演员 演气才是王道 一味的炒作 终究只是昙花一现 根本走不远 再看看正午阳光 最近的几部剧 要么差评不断 要么扑街不断 除了急功近利 被资本插足 最大的国 当然是一味的选择 那些没有演技的流量明星 败坏了积累的美誉度 被畅衰 跌落神坛 如果再一味的追求流量 被资本裹挟而不顾 剧本质量和主角品质 那么它成为那些 烂剧制作方也不远了 观众的清醒 不会像流量明星的 低龄粉丝那般好糊弄 和掩耳道 临班自甘堕落 火眼轻轻的观众 是会用脚投票的 甚至抛弃你的时候 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所以大家安心和CP 喜欢本人就好 不论是微粉还是CP粉 都要做理智粉 不要人云亦云 力气那么重 更不要做一些疯狂的举动了 这也是小二和你们喜欢的 乌磊和赵露丝 最希望看到的粉丝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